8日 在首尔中区真洞1928艺术中心 举行了以韩中建交29周年 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研讨会 1992年 韩中建交时 任外交部亚洲司长的 朝鲜人权市民联合理事长金西友 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 他表示 从过去的29年来看 韩国在国际冷战缓和的局势下 取得了建交的成果 但是需要反省的是 在仓促的建交过程中 韩国未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利益 为了与中共建交 韩国同意了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的主张 单方面通报台湾断交 引起最大争议的是 当时的韩国政府完全没有给台湾方面 准备和缓冲的时间 包括台湾大使馆转让等事宜 无预警地过渡给中共 经济大学政治专门大学院教授 曹成欢在研讨会上表示 建交29年 韩中关系陷入危机 美国和中国的冲突 无法将经济和政治分开 因此 韩国的安美金钟原则 在美中关系对立时就会受到冲击 信他记得今夜 韩国首尾采访报道